好 那我們這個階段我們就很隨意了 好不好 這個是一個free的階段 那就是大家可以在這邊休息 然後我會在這邊持續吵鬧到 吵鬧到12點半 對 那我們接下來這個是議程啊 就是 有聲音嗎 好 那我們接下來這個議程 我會花一點小小的時間 我們這邊就介紹一下 如果你對這種智慧農業啊 或是跟科技有關的活動有興趣的話 就你可以留意一下這些真材資訊 然後Jenice我剛剛叫 等一下可能會有人送便當來再幫我拿一下 好 然後我們 好喔 咦 下一張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 阿財這邊比較熟悉常會接觸的啊 第一個是幸福糧食 那幸福糧食它是品牌名稱 他們家叫做 幸福千千歲是他的品牌名稱 然後幸福糧食是他們家的商品這樣 那主要是種黑豆 很大喔 這個在台南非常規模非常大 他們現在在做的是主要 主要在做 豆黃大豆黑豆的加工 然後台灣的黃豆跟大豆產業都是 飛機改 然後他們家主要都是做豆製品 那還有比如說黑豆 那個玉涵來了幫我收一下 那個他黑豆黑豆茶 然後或者是做黑豆乳 欸這個這給你 不好意思我們處理一下 然後 那他們家有在專政專案經理行政助理 然後還有田建管管理夥伴 很久以前有一個新聞 我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就是什麼農夫迎娶新娘開百萬農機 就是他們家 所以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先在FB搜尋幸福千千歲 大概了解一下說 他們家現在的業務在做什麼 那最近他們家主要都是 因為就是以前他們是做B2B 就是種完這些黃豆黑豆給合作社或農會 那他們現在開始自己做品牌 所以也有缺行銷的夥伴 那他們也有接很多政府的案子 因為他們很大 就變成是農委會會需要請他們幫我們做 比如我要推動農業的轉型 社會轉型或是機械化栽培化 都會跟這種大型的合作社產小班合作 所以如果但他們在台南 所以如果你家YouTube上的朋友 如果你是南部的朋友 然後你想要認識那種規模很大的農企業 你可以去Follow他們家 那他們家現在正缺專案經理行政助理 那這兩個職位基本上都是需要跟人 他需要做辦公室 然後需要跟很多人溝通 那基本的文書Word啊 PowerPoint啊什麼都要懂 那田間管理夥伴就是 就在田裡面 所以你如果很容易中暑 那就可能就要考慮一下 因為很熱 田間務農很辛苦 那再來 但是他們家的務農方式 絕對不是所謂的小農 他們家的務農方式 可能就要開著農機去收啊 或者是那個 就是無人機操作 就是因為規模夠大 所以你們可以去試試看這樣 那這個我最後講這個 然後再來就是要公散一下 Data又是去年前兩年都有 來幫我們演講的 也是數據分析公司 那就是軍銷 那他們家主要 其實做的事情跟那個 跟安邦他們有一點像啦 那其實就是 也是在協助農民架設感測器 然後做資料分析跟資訊分析 那早期他們有做一個LINE AT 叫做 悠遊什麼 完了我忘了 悠遊基田報 然後是做農業 作物的行情分析 就是你可以點選你想要看哪一個 有點像股票的感覺 就是你可以點選你是哪一個作物 然後看他們未來一週的價格預測這樣子 那他們那時候也是用訂閱制的 那現在走 我有點不太知道現在他們就是 這個服務還沒繼續 但是他也雖然是很早開始做這種 數據服務的商業服務 然後用訂閱制的 所以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看看 那他們這台資訊在104上面 你搜尋悠遊數據應用股份 有興趣公司就有 那目前專案經理 專案工程師 然後實習生都有 那我會建議啦 你如果是 新就是 痾 資訊小白 就你大概你程式也不強 然後你只是有興趣 你們可以先看看他的實習 如果你是學生的話 先從實習生做起這樣 那另外的話就是阿貴有的氣候嗎 他們剛剛有你們剛剛應該都知道他們在幹嘛 他們是缺實習生 那你可以就找他 對找他 那第五個是MentaGo 就是以利的遇寒 這樣他們是做聊天機器人的 那他跟一般的 我們講Super-Air 或是Chatsify 最大的差別是 早期他們是做 跟水寶局 或是水寶局有那個農村回遊計畫 就是他們一開始是從農村起家 然後做一些社區的地方創生的這種計畫 然後他們後來發現說 聊天機器人或是這些數位工具 可以協助地方創生的朋友做更有效率的推廣 跟行銷 那所以如果你對地方創生有興趣 那你可能就不想要一直跑田裡面很賽 你喜歡設計 你可以去他們家應徵攻讀生或實習生 那我會講我自己 我自己在農業科技研究院 其實前面是財團法人 所以我們是非營利組織 那我們的錢都大部分都是農委會那邊的預算 然後當然自己也需要去做對外的業界服務 那主要會是配合農委會的政策 比如說前幾年有智慧農業 那我們就要配合推智慧農業的計畫 然後輔導農民去做轉型 那為今年開始是禁領嘛農業禁領 所以農科院也會開始做很多農業清理的專案 那我們職缺超級多 超級超級多 我們有五個單位 有農政中心 產發中心 然後做動物研究的 做植物研究的 做水產研究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在104看一下 那我們有計畫助理跟 基本上會研究員是正職啦 那通常會是從助理研究員開始 那如果你是剛畢業學生 然後你對於農業不是那麼熟 但你想了解 我認真推薦 你就可以來當 來應徵我們產發中心的職缺 那如果你對於文書比較在行 然後你很喜歡 對於文字是比較 比較有感的 你可以去農政中心 因為他們農政中心 是有點像是農委會的智庫 他會蒐集全世界的農業政策 然後包含補貼啊 什麼綠色補貼啊 然後你如果是很文青的那種 那更歡迎你 就是農政中心專門在做政策的收集 然後尤其是全世界的政策收集 那台灣最近有一些國際貿易的議題嗎 比如說那個之前那個CPTPP 的這樣議題 農政中心就會 的任務就是去把這些資料收集回來 然後做成簡報 他給農委會 或是給其他的法人參考 那產發中心就是各種業務的推廣 就是從山上管道海邊 然後從千里管道展場 就是各種業務的推廣 然後會密切跟農民 消費者 產銷班 供應鏈上各種人接觸 所以如果你對於農業 你就是很好奇 然後你想要試試看 了解一下台灣農業到底是怎麼做的 那就是歡迎來我們產發中心應徵計畫助理 那通常啦 法人的升遷管道他會是這樣 你可能計畫助理做了兩三年 然後你的主管覺得 欸你可能不錯 那你可以提一個升遷 就是轉正職是有機會的 對那轉正職財產法人相對而言 是工作比較穩定 那這幾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很多公司 大公司科技公司都在裁員嘛 所以如果你是 就是剛好這幾年很衰畢業 然後你真的就發現什麼 都沒有什麼好的工作機會 然後你覺得農業也不錯 那歡迎來產發中心 但我跟你講很操 不好意思啊 線上的朋友 我們農科院就是很操 每天都在加班 那因為很多 對人的業務啦 那人的業務就是溝通嘛 所以就會花很多時間在溝通 但是如果你適應的好 然後你可以在這裡認識非常非常多的人 好那當然最後一個 因為我自己是 我大學念中心大學農業系 然後研究所念台大的農業系 然後這幾年我們的那個系友的社團 都這陣子蠻多 是計畫助理的偵才資訊 所以你有興趣的話 會建議如果你本身就是 學校就是你還在學校裡面 那你就是看一些學校系友會 校友會的社團這樣 然後或是你可以來問我 我就pass這些資訊給你這樣 那他是在農事農業試驗所在台中 武峰已經靠近台中的 快靠近彰化 就是蠻南邊的台中 那農事所是全台灣最大吧 對應該已經是 最大可能包含戰地可能也是最大 就試驗田最大 然後經費資源也算是最大的農業級的研究檔位這樣 農業的研究檔位 那他們有在爭 其實大概七八月開始都會去爭計畫助理 因為會是七八月的原因是因為通常這些計畫經費都是來自於科技部或是農委會 所以七月八月就是科技部計畫核定然後拿到經費的時間點 所以這時候會有很多計畫助理的職缺 那計畫助理就有比較偏向農事所的話可能就偏田間的調查 或是實驗室做實驗 那你可以評估看看你自己喜歡在什麼樣的環境工作啊 如果你是想要吹冷氣的那 但又想要跟農業沾點邊的那你可能就要就是 可能我剛剛說的我們農政中心啊 這種產發中心啊或是Mentago這種比較偏辦公室的 那如果你覺得沒有我想要務實的踏到土地上 那你可能可以去幸福糧食或是農事所 然後阿龜應該也會有機會吧 對阿龜我就也可以 那如果你覺得你自己很強 我剛畢業我很會coding 我需要一些獨立完成一些很屌的專案 那會建議你可以去data用應徵看看這樣 那大家對於 反正我們時間還剩幾分鐘 大家對於求職這個階段有沒有什麼問題都可以 你在slido上可以問然後也可以 等一下我們就私下交流 那我們中午就放大家吃飯休息 那我們下午1點 好像是1點吧 1點再開始 好喔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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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